这个少年本来身中剧毒 命不久矣没撑响 意外救下的一只猴子 竟能让他逆天改命 不仅拿到了爵士武功秘籍 还一跃称为一代武林至尊 这个潇洒的少年名叫张无忌 他年纪轻轻便身中江湖剧毒 玄名寒掌 蝶谷一先不救 那他小小年纪也不求得他救 刚欲要走就被拦了下来 原来神医是个牛皮姐 夫人说他治不好 他就偏要治 谁曾想这一致就是十年 纵使神医用尽百断之法 也只能再帮吴继续命两年 张无忌临死无憾 只求能够再见师太张三丰一眼 女子突袭只为救母 眼看人命关天 吴继顾不得多言 带着母女二人就找到了神医这里 母女身份不一般 女儿是名叫左始之女 而母亲则是峨眉派曾经的叛徒 纪晓福 几人续旧的功夫 灭绝师太就赶了过来 他用性命威胁昔日的徒弟晓福 在杨潇的饭菜里下毒 将名叫众人全部毒死 晓福不忍伤害无辜 灭绝师太当即便要执行门规 神医胡青牛夫妇当然不允 为了通教义气 便与灭绝师太大打出手 不曾想灭绝师太功夫太高 二人血剑当场 而纪晓福也不愿再拖累几人 自尽身亡 而张无忌也为了能保护 灭绝师太的女儿杨不悔 便谎称是自己的妻子 这可伤透了同行而来的周芷若的心 接着张无忌便带着杨不悔 去找其父亲 不料没有等到杨不悔的父亲 却等来了一个傻姑 紧接着又出来一个脾气暴躁的白发老太 扬言要带走傻姑 他们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正在这时 杨潇也终于赶到 金花婆婆眼见打不过 便带着傻姑直接开溜 张无忌见到杨潇完成任务 交了杨不悔就直接要走 刚走没多久 他体内的玄冥寒掌就又发作了 就在此时 他恰巧用神医骨带出来的解药 救了一个身中剧毒的白衣美女 而这边 张无忌刚刚挺过了寒毒 便遭到了朱长玲等人的追杀 原来这些人知道他是张无忌 特来此逼问他鸡毛狮王和屠龙宝刀的下落 张无忌在逃跑的时候 又碰到了傻姑和白发老太 没想到的是 这白发老太武艺高强 竟是一夜杀死68人的金花老太 几招之下便帮无忌解决了追兵 不讲理的老太要求他留下来照顾傻姑 张无忌急着见太师傅张三丰只想开溜 无意之间闯入了一个奇怪的山谷之中 谷中不仅水冷不结冰 还有红色的青蛙可以红烧 吃饱喝足之后 无忌发现 这青蛙有奇效 可以打通人的经脉 于是他含泪又吃了两只 他还在无意中救了一只被咬伤的猴子 猴子为了报恩 便带着张无忌找到了 失传多年的绝世武林秘籍 九阳真经 张无忌本是武学奇才 他不仅练就了绝世武功 还医治好了自己体内十多年的寒毒 刚刚武功大成的张无忌一上岸 便看到傻姑在用毒蜘蛛练功 此时灭绝师太的徒弟赶来 对付二人 周芷若也出手相助 灭绝师太也通过傻姑的武功判定出来 傻姑正是阴天正的孙女 而阴天正也是张无忌的外公 傻姑也算得上是自己的表妹 心地善良的周芷若来给二人送吃的 也得知了张无忌并未成婚的消息 心情大好 很快灭绝师太就带着一行人前往 原来他们此行就是要联合六大门派 消灭冥教 刚到风林雪湖灭绝师太 便要砍掉魔教众人的胳膊 张无忌立马上前阻止 并提出带魔教众人受罚 灭绝师太看他年轻气盛 便提出 如果张无忌能受他三掌 就放他 还有傻姑等魔教众人离开 第一掌 灭绝师太只用了三分力道 张无忌微微擦伤 轻松接下 第二掌 灭绝师太使出六成功力 张无忌被挂在树上 只受了点轻伤 第三掌 灭绝师太自知轻敌 便使出全部实力 张无忌使出九阳神功 接下这一掌 灭绝师太也因此受伤 并认出了 面前这个傻子所修炼武功 正是传说中的九阳神功 灭绝师太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放他们一行人离开 正在张无忌准备飞鸽傻姑走的时候 轻易服王却突然出现 掀他一步带走了傻姑 张无忌慌忙向其追去 在追的路上 被布袋和尚反手装进了乾坤带 被带到了明教老巢 就在明教几人相斗之际 成坤便趁机出手 重伤三人 原来六大门派今日前来围剿明教 也是他多年的阴谋策划 三人合力将成坤均打成重伤 关键时刻 布袋和尚叫张无忌出手帮忙 张无忌急报义服之仇 直接出手 不料此时的成坤使出了一招幻音纸 打得张无忌措手不及 成坤以为张无忌必死无疑 因为他的幻音纸 只有传说中失传已久的九阳神功 才能破解 没想到的是 张无忌并没有受伤 仇人在剑 分外眼红 成坤眼剑打不过 就准处就准备直接跑路 张无忌报仇心切急忙追去 意外碰到了在树林里救过的美女 并在杨不悔的房间内找到了一个机关 机关内暗藏玄机 原来这里曾经是明教教主 修炼神功之地 在美女的帮助下 张无忌也得以修炼明教的绝世神功 乾坤大挪疑心法 张无忌不愧是武学奇才 他仅仅看了一遍 就记住了上面的所有招式 很快就修炼成了明教圣法 张无忌学成功法 刚到光明顶 便看到自己的外公白眉英王 在被六大门派用车轮战术围攻 外公白眉英王因为多次被围攻 对阵空同三老 只有不敌 关键时刻 张无忌挺身而出 对阵三人 并指出六大门派 是受奸人少林大师元真挑唆 便与少林僧人展开对决 刚刚学成的张无忌有多强 他几下便打得少林众高僧 毫无还手之力 又在乾坤大挪疑的帮助下 用一根藤条 打败昆仑和华山两派剑法 这时 峨眉派灭绝事态坐不住了 他祭出了绝世宝剑 以天剑 此剑不见血绝不收回 宝剑不愧是宝剑 所过之处 剑气寒光锋芒乍现 张无忌眼见就要败下阵来 又祭出了自己的绝世神功 九阳神功 并将灭绝事态的宝剑 生生吸了过来 灭绝事态也身受重伤 张无忌无心与其相争 便将宝剑还给了周芷若 不料 灭绝事态此时命令周芷若杀了张无忌 周芷若身受师门之恩 只得动手 一剑向张无忌赐去 张无忌没有射防 被一剑刺伤 而少林高僧也在此时出手 劝其他五大派暂时放下偏见 查明真相后 商议此事 张无忌在此事之后 也顺理成章地 被推举成了名教教主 刚上任 张无忌便吩咐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与其他六大门派交好 第二件事就是寻找金毛师王 拿到圣火令 在张无忌的带领下 一行人很快出发 在途中他们发现六大门派的人遇害 而动手之人还留下证据诬陷鸣教 并且还要扫平少林 他们准备立即动身给少林报信 途中遇到赵敏 还被赵敏设计让几人中毒 张无忌返回去寻找解药 不料被赵敏设计落入机关之中 张无忌点了赵敏的穴道威胁赵敏 赵敏不得已说出了开关 张无忌找到解药救出众人 并随手将赵敏送的玉簪 带在了小招的头上 等他们赶往少林之时 却发现早已为师晚矣 上面还写着 先灭少林后灭武当 张无忌着急赶往武当报信 却被假和尚抢线一步 还偷袭了张三丰 张无忌躲在暗处没有出手 正巧碰到了假冒名叫的赵敏一行人 赵敏劝张三丰等人归顺自己 在明知张三丰受伤的情况下 还让自己的手下跟张三丰对决 躲在暗处的张无忌却在此时 乔庄成烧火伙计与赵敏手下三人对决 很快就将三人打败 赵敏也认出他是张无忌 便折了一束花送给张无忌 让他之后送回 在布袋河上的解释之下 赵无忌才明白 原来张三丰中了金刚掌 急需赵敏手中的黑玉段虚膏 才能救治 而张无忌再次找到赵敏 又会发生怎样的爱恨情仇 我们下集再见分晓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斯就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